您好 我想预缴一下1209的房费 好的 我帮您查一下 请稍等 直接从这张卡里扣吧 女士 1209房间是长租 我知道 我是说我想提前预缴两周费用 您不用预缴费用 我们会定期 从预留的信用卡上面扣费的 那也可以 对的 之前一年的费用 我们都是定期每月扣除的 后续如果您还想继续租用1209房间 之前一年 是的 这个房间您已经开了快一年了 下个月就买一年了 您是想提前续约吗 不用了 谢谢 不客气 您慢走 广告 喂 小王 给莉莉打电话让她回公司开会 嗯 好 好 你没见他像一鸣的样子 看着就恶心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爱你 之前一年的费用 我们都是定期每月扣除的 我爱你 之前一年 我爱你 我想离婚 我建议你先弄清楚家里的财务状况 然后我们再来一一拆解 宋太太 久等了 这个是您家庭理财基金的详细收支记录 账户余额为零 过段时间我准备休产假 客户总监的位置呢也不能一直空着 如果这个单签下来我打算推荐你来做 真的 我马上就去 嗯 郑总公司真是美女如云呢 你说这年头啊 根本就不看你有没有什么才华 关键是有没有贵人提醒 郑总当然是我的贵人了 郑总是不是 还不知道吧 关键是看你上不上道 你莉莉怎么也唱我进来了 莉莉就是正常去谈个合作 没想到这男的受性大发 做出这种事情 那干嘛 再给点钱 我怎么要你一辈子 你别忘了 你身上可被人认不了你 你就吹吧 小大嘴 有本事你跟我走一趟 走就走的 吹大嘴 你经常拍吗 我看起来很会拍 很美 你有没有考虑过拍一套人体血针 你这个年纪身材这么好 不留下一套人体血针 有点遗憾呢 走哪儿放哪儿 你 衣服上 我看你这身子 挺有一束细胞的 给它脱 干嘛 这个房子呢 存在很多法律问题 落在谁手里 房主都有可能成为签债 房子呢 我可以帮您转手 但是 需要您帮我的忙 事成之后 可以给您五十万的感激费 老婚你就是天才 啊 三千万的房子 你五百万你就拿下了 咱们买下来的房子之后 房本还是写谁的名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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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